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各位会友、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我根据《优婆色戒经》来跟大家谈一谈 当我们发菩提心之后 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修学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大众已经发菩提心 有的愿意修菩萨道 但是当我们发了菩提心 愿意要修菩萨道的时候 光是有这个愿还不够 一定要想办法在日常生活之中 怎么样来培养一些 我们自立、立人的方便或者方法 如果说只有一个愿 实际的身口意的行动的表达 没有办法去进化、去提升 那发菩提心可能就变成是个空愿 没有办法落实 今天我就根据《优婆色戒经》里面提到的五点 其实它有很多点 很多的解释 很多内容 但是我今天就用里面的五点 跟大家做一点讨论 一个人发了菩提心之后 怎么样去修习、培养 增长我们菩提心的这个动力 或者是让它能够完成 自度度人的这个目标 那其中呢 这五点里面 第一点是不见他过 不见他过 这个四个字很简单 不要常常见到别人有过失 简单讲就是 不要老是找别人的这个过失 发现别人的过失 我们刚刚看这一句 不见他过的时候 我呢 心里面马上就有一个问号 就是我们学佛的人 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之中 我们糊里糊涂 不辨是非 不分善恶 我想呢 绝对不是 我们修学佛法 其中 我们所谓智慧之力 它主要的这个功能 就是要明辨是非 要知道善恶 那 所以基本上呢 应该不是说 不要去分别是非 不要去分别善恶 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一个学佛的人呢 是非善恶不分 那我们学什么呢 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所以我想呢 基本上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是应该呢 是站在明辨是非的 这个基础上面 看看我们往前进一步去修 怎么样去让自己 更能够超越 更能够升华 我想我们现实生活之中啊 我也感觉到 常常有一种现象 不变是非的人固然不好 有的人糊里糊涂 这个 什么都好 心里面呢 没有一个很清楚的 是非观念 要做好好人 那这个我想是不对 但是同时呢 我也发现了 有一种人 他心里面呢 就是要去明辨是非 但是明辨是非之后啊 他就经常看周围的人 哪一个人什么地方做对 哪一个人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常常在那边找人的一些短处 找人的一些缺点 我想这个是不对的 特别是我们佛教里面呢 比较喜欢持戒的人 听说呢 有的持戒的人 我也见到 有的持戒的人啊 经常看别人呢 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 这个呢 其实也会带给自己 带给周围的人 一些麻烦 所以呢 当我们说明辨是非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人世间的种种是非的现象呢 我想我今天呢 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呢 来这个谈一谈说 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情来看这个不圆满的世界 我们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呢 这个种种的人士 很多地方是不圆满的 那我们呢 又不能不明辨是非 明辨是非之后呢 是不是一定要根据是非的这个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 然后直接经常的找对方的这个一些等于说缺点之后 要给他这个做很多的这些处理 有时候呢 也不一定要这样子 那我感觉到呢 第一 我们这个慢慢的就是思考一下 怎么样去在人跟人之间呢 处理我们人世之中的一些不圆满的这个现象 我想第一呢 我们确实呢是要知道说什么是是非 但有的是非呀 是非常严重 有的是非呢 其实是普通的这个事情 普通的一些问题 如果很严重 根本上的一些是非 比如说有人讲啊 我准备拿枪去 这个打谁 这个呢 我们不能不理 我们不能不处理 马上 这个要处理 但是有人呢 喜欢喝这个可口可乐 那你觉得 喝这个可乐好像不健康 马上就要 这个给他指示说 不要喝可乐 不能喝可乐 我觉得呢 有的时候啊 人家喜欢喝可乐 这个偶尔喝一点 也无妨了 或者给他喝了以后呢 我们有机会再说 喝太多这种饮料不是很好 我想呢 是非有大是大非 但是也有些是普通 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是非 哪些事要马上处理 哪些事不要急的处理 比如说人家开车 我呢 尽量的克制自己 我也会开车 但是呢 我不太喜欢说 上车之后啊 有人在开车 我经常给他指来指去 左转右转 走哪一条路 我常常说 开车的人自己决定 你看你要怎么样去开 那通常呢 我尊重开车人的一些决定 除非他说他不熟路 他需要我帮忙 那我就说 根据我的经验 这条路这个方向会比较好 好了 这个开车 可能这个就是加油 或者收油 或者踩刹车 有时候有时候收得不太好 或者是加油太某 也有一些些地方呢 是值得等于说再加强 但是通常我就不说了 除非这个人闯红灯 闯红灯呢 那是很严重 那我要开口 刚刚是红灯 你必须要停 不能够闯红灯 刚刚是stop sign 你没有停 一定要停 这个呢 我会说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呢 是一些是非啊 有大小之别 那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之后 适当的处理 那这是第一步 第二呢 我是觉得 当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啊 我们学佛的人呢 一定要想办法 避免这样子的态度 我们见到人的时候呢 眼睛一直看到别人有什么缺点 啊 这个人讲话如何 那个人做事如何 几乎呢 一醒来之后啊 我们的注意力呢 就是看看说周围的人有什么缺点 我想这个是不对的 反而呢 我是觉得 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呢 应该呢 有的时候 我们要欣赏别人的长处 看看这个人有什么长处 有什么优点 我可以学习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优点 如果我们有心去发掘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学到一些别人的长处 我觉得呢 这个几乎我们所接触的人呢 大到小小 男女老少 应该每个人都有一些他的优点 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睁开眼睛 注意到别人的优点 这个呢 是对自己有好处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不断地学习 同时呢 我们不要老是去看别人的缺点 少了很多烦恼 其实我们每个人呢 我们也很怕 有的人呢 睁开眼睛 就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缺点 我们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不自在的 那第三呢 我是觉得 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缺点 我们一定要找适当的时间在说 不要呢 经常在那边指责 不过呢 如果说你看到别人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长处 做了什么事情 值得赞叹 值得赞赏 我觉得马上就要赞叹 马上就要赞赏 那这个呢 我是觉得 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心态 有好人好事的时候 马上赞叹 不要吝啬 反而呢 如果有人有缺点的时候 我们找机会慢慢说 找机会 适当的时候再来讲 不要就是马上呢 这个讲 有的时候别人没有准备 或者我们讲的态度 也不见得好 然后呢 还有一种心态就是 我经常跟大家讲 我有时候也会批评人 也会说人有什么缺点 不管是我们出家中 还是在家居私 有时候呢 我也会说 哎呀 我要跟你谈一谈 这个讲讲一点 这个事情的真相 不过呢 我通常呢 我在批评人的时候 在跟大家讲一点 我的意见的时候 我都先观想 对方有很多优点 也是我欣赏到的 他有很多长处 也是我经常看见 这个呢 我要给他肯定 对方有优点 有长处 我看到了 我给他肯定 我也是非常欣赏 他的优点 不过呢 我今天跟他讲的时候 是因为我对他 有一份心情 我觉得我要跟他继续结缘 那这个心情呢 是说我要跟他结缘 我要用好的态度 来帮忙对方 而不是说 用一种训的 教训的态度 来指责对方 那这个呢 也是我在学习的一个过程之中 我经常要求自己 如果你心里面没有慈悲心 你对这个人没有慈悲心 一般呢 你暂时不要批评 如果说你要批评 你要问自己 我对对方有没有慈悲心 有没有爱护之心 有的话呢 那你还可以说几句话 那这个是我的一些 个人的感想 我想不见他过啊 我们就从这几方面呢 去做点了解 不是看不到世间的 这个是非过失 而是说 不要整天找人的短处 看人的缺点 而是要善巧的 去跟对方 这个我们身边的大众呢 多沟通多了解 然后呢 适当的做一些 这个帮忙 而不是说 一直呢 在那边直接 这个批评 接着呢 经理说 虽见他过 而心不悔 虽然见到别人 有过失了 但是心里面呢 没有厌悔 我看台区大师 他的解释呢 他是这样说 他说 当一位行菩萨道的人 我帮忙 这个某某人 或者我帮忙了一些人 我帮完之后啊 我发现 他们还有一些过失 还有一些缺点 我叫这个人呢 不要这个 这个随便讲话 我已经给他帮很多忙 或者是我经常给他照顾 但是呢 这个人呢 讲话还是 有时候不留神 不留意 会随意讲话 虽然说我看到他有这个缺点 但是我心里面呢 没有厌倦 没有后悔 说我帮过他 我们有时候呢 这个帮人 我们希望对方呢 至少对我们要很好 但有的时候呢 这个也不见得说 我们帮了人 人家对我们一定很好 或者是我们帮人 不一定要对我好 他要进步 但有的人不见得进步啊 但是菩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心里面不会有什么厌倦 不会有什么后悔 是这个意思 第三呢 得善法以不生交慢 我们学佛 我们修行 或者我们做人 我们这个行善 我们会有很多的功德 善事慢慢成就 成就之后啊 这个不能够生交慢心 那这个是这一句的 这个重点 其实呢 有的人呢 比如说我们念佛念得很好 我们静坐 打坐 禅修 这个做得很好 我们读经 读得很有成就 我们写文章 写得很 很有分量 这个写得很好 或者是我们在事业上面 很有这个种种的 这一些表现 但是呢 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好事 有多少功德 不要生交慢 得善法以不生交慢 四者呢 见他善业 不生度心 嫉妒心 不要生起来 见到他人有成就 见到他人向善 这个不断的进步的时候 不要有嫉妒之心 第五 关注众生 如意指向 我们看周围的大众 所有的众生 好像自己唯一的儿子 台区大师 他说 如果多几个儿子 心里面就有分别心 老大老二老三 可能会 难免会有分别心 如果说只有一个儿子 我们就一心地对待他 这个是表示说 菩萨对众生一律平等 不管你是哪里的人 我都是平等平等 根据应该有的态度来对待 这是了不起的 今天我就简单地把这个五点的这样子说明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发愿回向 愿意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得与众生结共成佛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